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這星期一連兩集,胸瓶機 整個欄已經裝滿了 直接跟大家分享下集,應該很長的 如果有興趣,千萬不要錯過 分享胸瓶之前,有個優惠想帶給大家 因為林近雙十一很多不同的優惠 看見好划算,我就忍不住告訴大家 而且是爭取了一些獨家觀眾優惠 有我的超級愛牌 HOW THE HISTORY OF WHO 我兩個家都要擺放他們的避貼精華 這個是每年我都會補貨 今次是買一支50ml送兩支,20ml 是這麼大支的,不是超迷你那種 所以我算完是很划算,它是5-5折 然後一樣都是生命推介 但是家裡不可以沒有的,還有避貼面膜 說真的,如果你只喜歡用它 那就是SOLGO最划算 但是如果你說,不是啊 我看他們有另一種面膜 是再貴一點,很想試的 但又平時不捨得的話 我會用來的一個套餐,會送四張天氣單的黃金面膜 你會有五張面膜 五包的精華,五包的面霜 然後再加多四張黃金面膜 他們是四三折的 如果你加入HIDI的推廣告 你會有多一套的王牌養膚禮品 只是這個洗臉已經這麼大 40ml 然後會有他們的避貼循環精華 是一個導入精華 大家避貼精華又不需要用量很多的時候 可以這樣 超方便 裡面有4ml 還有三支不同的防曬 是送給大家去試的 這個是其中一個曲 然後再進入這個優惠碼 是可以搭著用的 就會有這一套 裡面會有一套的兩件 他們都是天氣單系列 未完的 如果用新帳戶買 還有多一套 它就是最基本 一個被貼的套裝 全部加起來 所有的迷你仔 你去旅行夠了 都不用帶那麼多 真的非常非常之划算 我是爭取了很久很久的 除了後這個牌子 我今年見到另一個牌子 都是很划算的 它是買一送一 那就不如跟大家很快說完 就是Believe 買貨裝315.50ml的 Mosturizing Balm 就會有5個10ml的迷你仔 買50ml送50ml 然後這個Super Drops 原價是530ml 有30ml 然後就會有6-5ml 買你仔 又是買日送日 我幫大家爭取了一個 嚴禁有為 你買這些套裝 你只要輸入我的優惠碼 HIDI 直接減50元 還要不止的 只要你是第一次去做會員 買的話 還有多一套 裡面有10ml 黃牌的Aqua Balm 10ml Water Essence 以及剛才的Super Drops 也有5ml 所以你是315元 買了一個霜霜 送多一個一模一樣容量的霜霜 可以減50元 即是300元 不用再有這一套 如果你想試 或者用開想補貨 送給朋友的話 是入手好時機 所有的資訊 我都會放在Info Box 好了 說完優惠 太開心了 因為很划算 可能有點長 不好意思 但是真的 有這麼便宜的東西 很想告訴大家 我們現在不如 繼續我們的HOMING機 跟回傳統 由ColorCon開始 有這麼多 全部都是 我自己最喜歡 最常用 都是OLANDS 超級fancy 它出什麼款 什麼顏色 我全部都會買 今年它出了一個叫Niss 有啡色 有灰色 然後是ENDING 有啡色 灰色 還有綠色 它跟剛才那款 戴出來分別 不算很大 都是漂亮的 都是自然的 不會很奇怪 除非你戴綠色 就知道是ENDING 然後還有Glowy Natural Double Tint 真的差不多 但是它們今年有一種叫French Shine 這個我覺得它們的彩度會高一點 它是有一個類似Hazel顏色 比較淺一點的啡色 它的灰色也是淺一點的 還有它有一個紫色 我很喜歡這個紫色 不會是Halloween用的那種感覺 它是很日常 但是會有一個紫色彩度 蠻漂亮的 這一款我覺得是可以特別入手 其他那些啡色灰色 你買哪種呢 戴上眼睛差不多 還有一個叫做Real Ring 這個是有啡色 也是有灰色的 它的直徑比較細 外圈不會太大 如果你本身的眼睛比較少的話 你可以戴這個 它就不會完全沒有你的眼睛了 不過用了這麼多款 我最喜歡 最常用 最安全牌 都是Vivirin的啡色 灰色就沒什麼所謂 我覺得它的灰色和其他 甚至其他會比較漂亮 但是啡色 如果要我閉上眼睛 不知道化什麼妝 穿什麼衣服 甚至素顏 我也覺得它是穩陣的 跟大家介紹了很多次 這次終於有些新鮮感 URIA這一款我都覺得是挺漂亮的 你看到它的樣子是比較有空靈感 這個帶出來會是很有氣質的感覺 但是如果你說要再好像日系的空靈 這個叫做YURIAL 它會再無辜一點 這個會比較型格 這個牌子我都覺得是挺好戴的 其實在OLANDS我最喜歡的綠色Coin是它 但是已經停產了 然後還有兩盒的台灣Coin 它們兩個我都不太深印象 應該沒什麼特別 我記得這一款是沒有那麼保濕 它比較乾的 不可以戴很久 Coin就是這裡 這裡我數過總共是23盒Coin 買Coin都買窮我 然後下一個就說了面膜 又是儲了很多 但是這裡是不齊的 有些我會分給朋友會連合 然後媽媽用最後一塊 她會扔掉它 她不喜歡我儲這麼多 覺得是垃圾 但是我儘量都儲了和大家分享 有我的老朋友 Starrytail 這個N3是我人生最喜歡的面膜 頭三位的了 它是我不可以沒有的 家裡剩下三四塊 我就會去補貨 這個我很喜歡 它那個面膜的質地 是其他面膜給不到的 是很舒服的 一上去 完全的質感是前所未有的 然後它的補水力 然後它的舒服度 它是涼滲滲 我也很喜歡的 然後它有一個N33 是一個抗衰露面膜 是比較潤的 然後它比較貴 所以不是經常用到的 亦都不捨得經常用 它會適合一些極乾的時候 然後皮膚紋路是比較明顯 用它你是很快看到它馬上修復了 但是平時我就覺得不需要那麼好住 現在的膚質未到它要用這一款的面膜 所以偶然我會買一盒開門口 但是就不會說沒有了它會哭哭的那種 然後它們的N2 我覺得它現在是比較在一個位置 它不可以很突出 因為如果要保濕 我會選N3 如果要美白 我就很喜歡它們的N34 這個不知道為什麼沒有了盒 因為我非常喜歡用 我都覺得它敷完 看到那個淨白是不錯的 然後就是加丹尼耳 它們的龍膽葉紫色那個 這個是最保水、最滋潤的 然後最平時是眉眼一定會用的 就是它們積雪草 現在香港Sephora有得買 大家真的要試一下 我覺得它們的價錢是20元內 你可以買到這個效果 它敷出來的舒服感真的很好 還有它們的金盞花是曬完太陽去用的 我都很喜歡的 然後這個牌子 它們有一個Q10 我也覺得是好用的 今年才推出的復刻版 應該是它們以前推出過 然後停產了 然後它現在再推出 我覺得它真的敷完之後 有淨白通透了的感覺 然後不會黏 然後再來就是有些Snow Fox 其實我用過它們兩款其實是舒服的 它們的面膜質地都是很貼的 然後敷完皮膚明顯是舒緩到 鎮靜到的 我覺得最划算是它們有些出位價 然後有些很突發的快閃優惠 我都會買來補貨的 但是原價我就覺得有點貴了 然後這款L'Oreal的先鑽面膜 是做到基本保濕 它裡面的精華以開解面膜來說是超多 多到我只剩下一大部分可以用來做導入 然後那些導入肌好像吸收了很多保濕的精華 在裡面的感覺 我覺得它是蠻抵用的 如果你說我又要抗衰老 又要有美白 其他Kalikala的功能 它沒有的 它做保濕的 但是如果你說不是便宜的 然後有時候是買二送一 買一送一的時候入售 我覺得它用來做保濕是非常之不錯的 然後開架我還有試韓國超級熱的這一款 它無功無過的 它真的做到保濕 然後面膜紙是舒服的 但是你說是不是去到韓國呢 一定要入手 是超級好用 好經驗 我又未至於覺得 它是敷完之後做到妝很貼 早上用它又不會好黏 晚上用它的保濕度都OK的 如果價錢是不錯的話 我都覺得可以入手 但又不是說一定要買 不用會不行的感覺 而另外就是這個SSY 它的感覺都是差不多 透明綠色的一些精華 你敷完之後 你會覺得皮膚舒緩了 鎮靜了 然後Canvas的這款玫瑰面膜 它就是非常滋潤 是去到很乾很乾 譬如我去一些韓國、日本、冬天的日子 用它是可以敷完一個 什麼都不用擦的 它真的可以做到面膜、精華 再加上一個Facial Oil的感覺 而且它的味道是很香的 好像去了真是一個玫瑰圓 Glaisse他們就剛剛出了一個 6D的面膜 我就一直問他們 什麼是6D呢?3D、4D 現在去到6D 原來就是可以敷完這個雙下巴 它是超貼的 滋潤度、修復度都是不錯的 它敷下去真的超貼 是360度 鼻翼、下巴、所有的位置 完全覆蓋了 是挺刺激的 他們的眼膜正常保濕 它在我身上 我的黑眼圈也很厲害 我的眼袋也很厲害 所以是做到一個一般保濕的眼膜 說了這麼久 箱子還是滿的 不存在的話 真的不知道我化妝棉的容量都很大 一包、兩包、三包、四包、五包 是五包、120塊 這個是Cosme Store的化妝棉 然後濕敷的化妝棉 就有兩款 跟大家介紹過 就是我很喜歡用Selena的這一款 然後我也有買過這一款 都是HKTV Mall 但是它不好用的 用回這一款 我跟大家試了一副 BioDerma的卸妝水 我是用來抹試色的 一些手背 可能是試唇膏 眼影的話 我就會用它來抹 乾淨的 但是用在臉 我就覺得要用很多的心機 時間和化妝棉 不用化妝水 我都用這麼多化妝棉 如果用完 真的不得了 所以通常我下妝都會用一些偏油類的產品 例如下妝油 這個Softimo 它是很快、很便宜、很乾淨 真的很划算 一枝是五十多六十元 然後它又不需要乳化很久 然後不會厚 它唯一的缺點是保濕力沒有那麼高 但是如果以這個價錢 在日本買再便宜一點的話 我真的覺得是不能輸的 如果你是學生 預算沒有那麼高 或者你的化妝油用量是超大的話 我真的好推薦 然後Serenia的化妝油 它這一款我就覺得比較偏油一點 夏天我是沒有那麼喜歡的 冬天我覺得OK的 然後我最近這大半年 就很喜歡用卸妝箱 因為它又不會像油一樣 到周圍都是滴來滴去 它是一個高狀的質地 然後推開變成油 我就覺得很方便 例如後的這個 它是很好用 但是它要差不多四百五百元 我就覺得不是一整天都會捨得買 它真的很香 我用到 剩下這裏 打算讓大家看看 它是很軟滑 它真的這樣一推 已經溶了 很快已經下了整塊臉的妝 真的很香 這個 是好用的 然後用量不會很多 你真的可能 這樣的份量已經下了整塊臉的妝 所以後的這個我都喜歡的 它的包裝極專櫃 另外一個跟大家介紹過就是Duo 它有很多不同的版本 我自己很喜歡就是這個 它原本是紅色的 是最普通的一個 落完是很乾淨 又是已經用完了 我有拍片和大家分享就不說太多了 總之就告訴大家 我真的喜歡 然後到洗臉 只有三個 其他在廁所開完不喜歡 再開再不喜歡 因為很多還沒用完 然後沒有理由放在空瓶 所以說了這個Birds B 它是超級無敵溫和 我自己是早上去做農夫 然後真的想洗一洗身的時候 順便洗一洗臉 我就會用它 它的清潔力是比較低 但是如果你說一天我要洗十次臉 我都不會有負擔 所以是適合你的皮膚比較脆弱 比較敏感一點 然後不可以用一些比較強清潔力 你可以試試它 然後到Drunk Elephant 這一款 我就覺得沒有印象 我默默用完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不會覺得很乾 不會覺得它的清潔度太強 或者太弱 但是就不是一款令人很深刻的洗臉 是一個很正常你可以用得完的洗臉 然後去到Citaphil的這一款美白 說真的不會因為洗臉而白 但是它可以的清潔度不錯 然後你用完是溫和地密密地 你又不會敏感地 它的粉刺是沒有那麼厲害的 它的清潔度比起我之前 是介紹瘋狂的在IG燒大家買 又減價又半價 我自己也買了三支的那款 它是沒有那款那麼溫和的 但是它那個清潔度我就覺得高過那款 但是那款是更加好用的 空瓶的常客去角色化妝水兩支 你天天用 勤力用 你會發現自己的黑頭粉刺少了很多 然後是Kiehl's的金棧花化妝水 這個是夏天你想要清爽一點的時候就可以用的 然後就是加丹尼爾的金棧花舒緩平衡液 這個是濕敷的 你是清爽的 然後夏天你覺得是不想用一些保濕精華 怕黏 然後你又想要一個保濕力 可以濕敷它 但是如果你說不是 我想要多一點的保濕力 可以試一下Fresh 這一款 這個是我敷完覺得很舒服的 這麼大支是很快 我已經忍不住 天天很想用的用完 然後到Pretty5的這款精華水 它也是高度保濕的 你抹它是沒有什麼感覺的 它跟Fresh的這個 我也是覺得它們抹的表現 比起它們濕敷的表現是沒有那麼好的 所以如果你買了它 我強烈建議你濕敷 你會感覺到它很厲害的一個保濕力 或者你用Ipsa的AquaW 它的保濕力也很好 而且皮膚的通透度也是做得不錯的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Starrytel的N19 我用完一支大的 但應該放在她家裡 不知道放在哪裏 沒有拿過來 小的我都用完一支 大的我再開了兩支 是很誇張的 這個我覺得它不是用來抹 不是用來濕敷 而是用來拍的 它是可以做到一個敷面膜前 做少少導入 你試一下用它在敷面膜前拍了上面 然後再敷面膜 它的保濕度是可以加成的 它比較有少少稠度的一個水 你便拍上臉 等它半吸收完 還沒吸收完的時候 敷面膜 我覺得是非常好的 漏了這個SSY的Essence Toner 它是比較適合一些年輕少少 然後是中性偏乾少少的皮膚去用 我覺得是OK的 它的保濕度是中上 但是未去到超強勁 所以如果你是真的勁乾 沙漠肌的話 它的保濕度可能未必足夠 但是如果是中性 比較年輕的話 我覺得它已經是非常足夠 它是比較便宜的 所以我覺得它的性格比是高的 突然暗了這麼多 是因為我拍完才想起 忘了錄中間剪開兩邊的Ending 所以今天就先說到這麼多 明天完全不開啟了 繼續開播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